现在所有的房车都被集中停到这边来了 就是我们一开始选的位置 现在1 2 3 4 5 6 7 7台房车在景区里面都被分派到这个位置上来 还挺不错的 昨天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今天变得突然很热闹 好多车好多人 好多马好多牛 他们开车的停这边 骑摩托车停最前面还有这儿有一点 骑马的马全部放到树林里去了 估计怕马晒吧 这边还有搭帐篷的也在这边露营 然后房车呢就全部停到这个角落里边 床车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就停房车床车 今天中午吃的是咖喱饭 多来点汤 这个这里必须要汤要多泡一点 刚才看到两个吃黄瓜的车友 突然觉得我们好幸福 对突然觉得我们好幸福 现在可以吃到咖喱饭 我看着大批的马和狗在迁移 应该是散马比赛要开始了 哇这个马好大 18号 之前马就在那边放着 阴凉地下 果然是 都在这边聚集了 我们来看一下散马 马群里边荒养着狗 蒙古族用狗是用来放牧的 这是要出发 这边的马还是挺漂亮的 油亮油亮的 那边还有好多 我们去拿着飞机 去跟前面飞一下 不用它 使 Nacional 就是 这边是 你看 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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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不了了 今天上午的聚会已经完了 我们坐肉总的车 出发去买水 大家都说我那个玻璃上有个苍蝇啊 什么的很难受是吧 你看这个大脚呢 一直就在这儿 还在往上扒 脚还挺风利 现在就在去往这个 看拉斯村去买水 路上 但是我们车没有办法开进去 我们只能停到游客中心 走过去拎着水回到车上 这样 一个手可以拎两桶 两个手可以拎四桶 熟不熟悉 这个就是看拉斯的游客售票大厅 这边还有停的一台房车 他估计晚上估摸着也得停到那边去 我们先去后边去找超市 然后顺便口罩得戴着 我这口罩得换个新的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边有一个 人拿着雪板吗 因为阿勒泰 据说是世界上的滑雪发源地 所以他们当时是拿木板裹着瘦皮 然后你看这是有木纹的吗 裹着瘦皮来进行打猎 所以可能是阿勒泰这边的人 是全世界最早开始滑雪的人 没想到那个超市离售票大厅 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要走大概不到一公里吧 但是我们等会还得拎着水回来 这种问题是 这条路是不准自驾走的 进入了喀纳斯村 它这里边的房屋只允许用木质结构 所以大家所有看到的房子都是木屋 不管是新建的还是老房子都是木屋 我们看的超市应该是在前边 因为前两天漂流的时候 坐小巴的时候看到了 这桶水还有吗 在这两桶吗还是还有 有的 我要四个 多少钱一个 然后 13块钱一桶是吧 我们要个 多要 多要几个能不能把我们送在那个停车场 就在那个漂流的终点 那个鸭是吗 凹包旁边 对 挺有流断 凹包 凹包旁边 凹包那个 我们车是停到的 要能送它就多买点 要能送来就是连这些小瓶链一起都多买点 好吧 可以哈 因为我们那个车还不进来 我要四个这个 然后要一件这个 你们呢 我们在景区内找到一家超市 然后在这边买东西 买完东西的时候老板给送过来 送到我们停车场 这样他省得我们拎回去 因为我们的车开不过来 有点困难拎起来 东西又比较多 所以这样可以多买点东西 这里边还有一些这样的餐厅也可以在这吃饭 其实我们离这也不是很远 如果要是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来这边吃饭 前面还有一家蔬菜店 我们去蔬菜店里边去看有什么蔬菜 这有瓜果菜园 还有馒头呢 馒头啊 馒头就不用了 我那可以做 搞两颗西瓜呗 没有吃西瓜料 这西瓜怎么卖 还有盘桃 西瓜怎么卖 四块钱一公斤 四块钱一公斤 还没比外面 还没贵的 葱怎么还有吗 比较贵 什么葱 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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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虚了 这个虚了 这个虚了 这个看错误了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不错 这不行 可以捏松了 这个挺吃的 可以 三斤葱 葱 我们买了菜 还有 左左现在在收集 这边有卖火锅吃的东西 你们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对 还买了六个后囊 这里边是火锅所有的东西 丸子 各种丸子 收吧 看我在这找到了什么 哈哈 来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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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这个摩刀士 对 哈哈哈哈 终于找到了 哈哈 我们花三百多块钱 买这么多东西 老板还倒找了五块钱 因为他算错钱了 我出来的时候都没带现金 这就是我唯一拥有的现金 好了 拧着 这个摩刀士 C带子